我再换男主角 歡迎收看籃球摸谷 我是卓卓 這一集的好搭檔呢 是我們的挖坑巧主 勇仁哥 哈囉大家好 我又有了一個新的外號呢 沒錯 這集的來賓可說是 小個子球員的偶像 因為我是162公分 他只比我高1公分而已喔 在講求這個高度的 籃球生態裡面 是非常非常稀有的 而且呢 也是SBO第一位 背號永久欠翻的球員 掌聲歡迎 簡明富富哥喔 哈囉兩位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好久不見 我是簡明富 好富哥真的是好久不見了 很多網友呢都跟我敲網 希望你可以來跟大家分享 你以前打籃球的經歷 但是呢這兩位 一定認識的比我更久的時間 就先請友人哥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次見到富哥 到底是什麼樣的情況跟印象呢 第一次看到阿虎打球 其實是我國二的時候 然後我那時候其實 七年國中二年級嘛 然後還跟著學長去打一個比賽 然後因為那時候國中很 但是很喜歡看比賽 然後阿虎第一次看阿虎比賽 就給我一個非常大的震撼 我那時候在看他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就是上半場快要結束了 剩4秒鐘 剩4秒鐘 然後阿虎從底線 人家發球給他 然後直接到對面上籃時間到 我就想說 4秒鐘 4秒 這是吊鋼師吧 哇塞 還在做特效吧 真的非常快 那時候對我那一幕印象 就是非常非常深刻 然後很震撼 我從此就開始學阿虎打球 講真的講真的 因為那個速度就是 你要全速推嘛 對啊 那時候教練可能 小鑫姐也沒有告訴我們這個方式 跟觀念 然後我看阿虎 我說可以 這個4秒好像可以 這樣衝 對 我的打籃球的那個照片 都是嘴巴嘟起來 為什麼你知道嗎 你在家嘟 不是 我一直要一接到球 在接球的那個同一時間 我會先深呼一口氣這樣 然後開始 一直吐一直衝 一直吐一直衝 你會看到你真的 你找照片就知道 結果我的大部分的照片 都是嘴巴嘟起來 因為我那時候在吐氣 這沒有辦法表情管理耶 真的我都在 我都這樣其實也沒有不好看啦 還OK啦 哈哈哈哈 就是全速衝制的時候 對對對 我從 我從國二開始 看到阿虎那時候 就開始學習他 全力推的那種方式在打球 天啊4秒很驚人耶 欸你那個時候 就是身高大概是多少 就163了 哈哈哈哈 國二他已經高二了 對啊 高二對啊 號稱 號稱大家都是 說我165啦 我喜歡抱162 為什麼呢 因為162跟165沒什麼差別 那講矮一點 更厲害 對對對 一樣的很好的觀念 162就跟我一樣高了耶 很好的觀念 其實實際上大概是163 我還要講阿虎還有一個招牌動作 也是我其實很喜歡學的 在學習的嗎 馬力歐跳 這樣子 他邊運球會邊跳起來 邊跳起來那個動作 對對對 就感覺彈性很好 我也是看阿虎學的 阿虎跳超高 你有發現 有人想說這邊運球會跳那個 跳什麼 沒有真的我們兩個在台運的時候 都很常用 都很常用 好彈跳的一個組合喔 就是你在邊推 然後那邊馬力歐跳 到底在幹什麼 這個用意是你在跳的過程中 防守會不知道你在空中要選擇哪一邊 所以在那個瞬間你就可以選擇方向 讓防守猜不到 可是其實有一件事啦 你不用跳他們也不知道你好不好 速度其實就是已經這麼快了啦 超快的 這4秒真的很驚人耶 等一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樂天跑最快的就是棒球員到底多快 棒球的才對 對就會變成飛毛腿的等級 那也先請富哥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跟詠仁哥比較熟悉應該是在台移同隊的時候對吧 其實詠仁在我的印象他是一個很聰明的小孩 因為會選擇台移真的是需要很大的那個勇氣 來台移其實就是學習 因為基本上好的選手都會被其他球隊用高薪挖腳 詠仁過來台移學習 那我覺得這一段是他很聰明的狀況 跟他配合最好的那一段 也就是在我們第三季的時候 對 在2005年那個時候 觀念啊組織其實都比我好 屬於那一種 很高的肯定耶 對我個人 我是那種很衝的 對我他就是先衝鋒的那一種 然後我是有時候在後面拉住他 對 教練常會罵我腦衝閒腦衝閒 腎上腺柱一直是 一直起來就沒辦法控制 就一直上去這樣 對對對這一點還要跟他學習 因為他的組織能力比我好 等於勇仁哥是富哥的煞車評 對我們兩個其實就是那時候在磨合的磨合 非常好 衝就先去 對有時候收就蓋收這樣子 因為很多台移的球迷啊 講到兩位的搭檔呢 真的就想到以前那個紅色旋風的時期 到底那個時候有多瘋狂呢 先請勇仁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這邊可以講很多耶 第三季那時候 第三季那時候 我先講啦 那時候是應該是 我們兩個應該是 史上最矮的雙胃組合 一個176 一個163 應該沒有再比這樣子太矮了啦 沒有了 現在放在現在這個桃流 我們應該會死得很慘 對啊 現在都大策異 我們應該 其實我覺得那時候 很少有雙胃這種組合 講一下他那時候 我要守歐陽 他要守另外一個 都是18級190 歐陽190 但我沒有在怕他們那個升高 對啊 他們也守不住 對啊 所以那個雙胃組合 我是覺得那時候很經典 那第二個就是 我們那時候 其實非常難守的一個原因是 有一個 7人或到8人 他平均得分10分以上 我覺得那是一個很誇張的一件事情 多頂開花耶 一整季喔 7到8人喔 我跟阿虎 風哥林群峰 陳順祥 楊靜米 楊靜米 月盈利 好可怕的組合 好棒喔 還有莊曉雯 對 你看一場球平均10分就是7 80分了 你今天要把我跟他Shutdown 還有三個還有六個耶 對啊 非常難守 台穎那個時候真的很難打耶 就是很瘋狂啦 那一季真的是 那一季真的是蠻順 怎麼打都怎麼順 然後連勝好像 6吧 6連勝 在我當球員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 台穎的第三季那一段時間 是整個球隊跟球員 凝聚力最好的一年 最好的一年 對 你知道我們那個培養凝聚力的 那個時間跟地點 因為那時候大家都沒有結婚啦 那只有阿虎而已 對 很少結婚的 那阿虎也都跟著我們 因為他那時候也都有住宿舍 早上到晚上這個時間 幾乎都在一起 然後地點是什麼 好久喔 地點從早餐店到夜店都有 對 真的那個 向心力非常非常好 你們就是家人啊 百分之百的時間 都在一起啊 早餐店 中午練完球 午餐 我晚上練完球 晚餐 對 晚餐完之後 然後宵夜完 也點點 他很長時間的相處 那個不熟也很難耶 我們吃飯都一直討論籃球 每三句就是不離球隊的事情 對 比如說今天贏球輸球 都會再 Follow一下 大家的距離就會越來越好 剛剛那個是勇仁哥 他對於這個紅色炫風的印象 富哥你呢 也有很多人問我說 那一季打那麼順 自己有沒有做一些 比較特別的訓練啊 或什麼 其實沒有 因為我們平常的訓練 都是早上跟晚上 也沒有說針對性的 特別的去訓練 可是那一季打起來那個氣氛啊 化學效應超好的 超好的 然後想贏球那種氣氛 確實是我在台營待那麼久 沒有感受到的 就那個時段黃金 黃金真的 也有很多人就是用血戰呢 來形容就是你們在 跟育龍那次的季後賽 那個時候用血流成河 應該就是最適合不過的吧 對不對 對 那時候打到 哇 晚上11點 快12點 3OT 五戰三戰嘛 我們打到第四戰 3OT 對 然後輸了 其實真的是 差一點點 就真的是差一點 而且那時候育龍是準備要 三連霸的球隊 對 我們是那個 小蝦米 然後拼死 要把他們逼到那個罰球 全場是在幫我們加油 你本來都是育龍的球迷 好雞皮疙瘩 我記得是帥太 罰球 全場 肉包 超high的 你知道嗎 我們真的 鄭溫婷接到球 全場虛 對啊 在ROBO拿到球 全場虛他 你有遇過這種狀況嗎 超妙的 超級妙 那一次後面 是輸在經驗上 其實我說真的 在那個系列賽 其實我表現的並不是那麼穩定 跟季賽比起來 有一些些小小的落差 新溫打季後 實在太興奮了嗎 第一次嘛 然後可能緊張 你也知道想贏球 有時候會比較緊 因為那個3OT 其實到後面已經不是所謂 有什麼季戰術的問題 或是 那就是一個想贏的心 第一個演唱賽 第二個演唱賽 那個最後終結 都即時都在我們身上 那最後的那個第三OT 就是真的只有七里放金 對啊 真的是 真的是打到某籃了 對方的經驗真的還是比較好 畢竟他們是要連霸的隊伍 對啊 他們還有阿Dion還有雪凌 四淵 這幾個很難打耶 對啊 那你們在那一場比賽輸掉之後 全隊因為感情這麼好 有沒有一起就是爆頭痛苦 沒有 我覺得很驕傲 很驕傲 然後馬上又要去夜店 又去夜店 沒有啦 沒有那麼快 那個情緒要緩和一下吧 剛剛輸完一場這麼high的比賽 把自己灌醉 到底難過的太可惜 有沒有覺得可惜 其實真的沒有很難過 沒有遺憾 非常非常驕傲 富哥有覺得遺憾嗎 在那一年的季後賽 就是可惜啦 遺憾是沒有 因為可惜當然是輸球嘛 所有球員都那麼努力 然後都盡力在做 就差那麼一點 就差那麼一點點 人生就是這樣 就是差那麼一點 沒錯 所以至少我們都努力過了 至少這一場比賽呢 讓我們的籃球迷 都留下非常印象的那個深刻啊 那當然我們知道說 富哥大概有一個三歲嘛 我們都知道說台銀有很多很有趣的一些規矩 像是搶那個拖地啊 等等之類的啊 你有搶過要拖地這件事情嗎 我是不會去搶啦 搶拖地是有些人可能比較想要零用錢 因為拖地是有零用錢 對 一次我記得是50塊 50塊 50塊也要搶 對啊 你每天拖耶 每天拖啊 每天拖啊 一次50啊 差很多我拖 那一天可以拖幾次 一次 兩次啊 如果練球如果有 通常是晚上 早期台銀的球員很多都是大學生 對啊 心腹也沒那麼高 來的時候他們就會搶個拖 拖了就登記 有時候練球 項目沒到會被扣錢 對項目沒到會被扣錢 那扣多少 他的算法是看那一個月 練球的次數 去除以你的薪水 這樣來去算 所以你領越高 你就會被扣越多 所以你有被扣過嗎 有啊有啊當然會啊 每個人都會被扣過 因為你 那時候有時候會大雙杯啊 或是那個睡過頭 睡過頭 你請假會被扣 你見習也會被扣 就你受傷了見習也會被扣 但是你全勤你有獎金 我覺得這是很合理 沒有了 現在已經沒有了 現在都取消 以前真的是 一反一眼 可是其實這樣子 你也不會因為 你被扣錢 你會內疚 你會比較自律一點 而且你沒練球 對第一個你會自律 第二個你真的請假 我被扣錢 我也不會內疚 像我這種 這麼愛練球啊 我也是這種很愛練球 真的真的 然後真的請假 他們也都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我都被扣錢了 你有什麼好講 總教練那時候都不會講你 為什麼不練球啊 幹嘛啊 因為已經被扣錢了 所以總教練也沒有理由念你了 以前田教練在設定這一段的時候 某方面會認為 好像很不合理 他會覺得說 我沒有辦法知道 因為你也知道 你到底是不是故意 比較懶的球員 他會 腳痛 他身上會 所以他會用這個方式 都是公平 我記得 信安也被扣很多 因為他常去中華隊練球 連中華隊都要扣錢 哇 超韻耶 怎麼會這樣 我中華隊我還要去扣錢 對 那你們有沒有 因為那個時候的薪資的狀況是這個樣子 以及很多很多的那個規矩嘛 有沒有就是還有另外的方式 可以讓你們去多賺一些外快的情況 盡量不要那個缺席啊 就全勤啊 就是如果你薪資越高的話 你全勤獎金越高 對 哇那一定要力拚全勤啊 力拚啊 對啊力拚全勤耶 對啊力拚全勤耶 腳受傷硬練 真的硬練啊 我沒有斷 可是我跟你講 通常腳受傷你要硬練 基本上你練不完 你一定不死 對因為那時候 那個強度 太高了 但那個蠻硬的 你基本上是跑不到的 蛤那怎麼辦 那就是休息啊 就是休息啊 留了那就又扣錢 對 再來這真的是 對啊維持自己的健康自律 那個真的是鐵的紀律了耶 現在想起來 現在的年輕球員真的是 待遇蠻好的 沒有這些這麼多的規定 都蠻自由的啊 方式不一樣了啦 時代也不太一樣了啦 對啊方式不一樣 那兩人在球隊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還有沒有發生什麼有趣的事情呢 我記得我們以前拋體能 就是大概就是我們兩個 加林志龍三個字在前面的 就是一直在追著他的那一種 那就完全沒有所謂什麼余亮情節 因為畢竟你們兩個答案是同一個位置 嗯 就我覺得那時候是沒有的 一開始進去就覺得這個頻率很對 跟學歷很合的來嗎 因為我自己本身從小我就 一直在外面嘛 對於學弟剛進來的 新球員或者是這種學弟 我都會以那種同理心的心態 當一個人進到一個 陌生的環境他會比較慌 嗯 所以我都會傾向引導 欸比較緊張啊 對啊 然後去引導他們 哈哈哈哈 你先讓他放鬆一下身心靈啊 這樣子 對然後就是帶著他們跟著做 就會提醒他們等一下要做什麼 對副歌算是非常照顧學弟們囉 對很照顧學弟的 你有沒有什麼比較印象深刻 是他有照顧過你的部分 照顧過我 除了帶你去夜店 哈哈哈哈 夜店是我帶他去 對啊 反過來的 成波嗎這個 記得印象深刻就可能住宿舍吧 然後後來搬到另外一邊 然後阿虎也幫我們就 欸這個房間怎麼樣啊 幫我們處理好啊 嗯就是等於是連你的 私底下的生活也都幫你照顧到了 對 對 這很少有學長會去做到這一部分 我覺得阿虎就是 就是一個 暖男 很熱心 然後很認真的一個學長在上面 這樣 真的滿貼心的 但是你也有貼心的時候 你知道嗎 我媽怎麼知道 對就是在第一屆三分球打賽 那不是我貼心 我們兩個同時報名 然後你知道嗎 我們很年輕的時候 就懂那個 分散投資這個關係 分散投資 對 我們很年輕就懂 原來是這個意思啊 我們兩個就講好 你冠軍我也平分 我冠軍他也平分 懂 而且你知道 最後進冠亞軍賽的三分球 就是我跟他 那就平分囉 反正你贏我贏都一樣 就是有一個人有獎盃 對 那時候真的 我記得是兩三次都分不出來 對 平手 然後後來因為 投一球 後來就是 沒投進 就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在後台 評分獎金 後來評分獎金 後來評分獎金就回家 那時候獎金多少錢 一個人一萬多 一個人一萬多塊 那也還不錯喔 那你們後來拿這筆獎金去哪裡 就夜店 你怎麼知道他講這個 這一集 夜店 你自己可以了 可以了 今天最後的 那個地點都是那個地方 Oh my God 好 OK OK 阿魂記得SBL第三季 你是超劫王嗎 對不對 超劫王然後是 我是助攻王 對 然後你是不是入選最佳舞人 對 阿魂你是超劫王 對 然後最佳舞人 得分王 傑哥 都有入選就對了 然後籃板王 磊哥 然後主攻王是爹 誒誒 助攻王為什麼我沒有最佳舞人 你沒有最佳舞人 對啊 為什麼 就我不懂啊 有記到現在 對我超氣的咧 你那個時候有想到這一點嗎 因為其實 另外一個是誰嗎 羅哥 對啦 羅哥 給羅哥一個面子 我那時候超級care 我當時沒有想過 我會得什麼最佳舞人 你一定是最佳舞人 對啊 但是為什麼我不是最佳舞人 這個疑惑一直放到現在 大家你拼拼理嘛 大家你拼拼理 應該是記者投票 應該是記者 所以你那個時候可能公關沒有做很多 我公關不好嗎 應該算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我不相信這件事情 羅哥名也好 哇 這個可以 可以 所以富哥你有記得這件事情 自己有入選最佳舞的這件事情 入選當然很開心 就是得到一個肯定 對自己一個鼓勵 就是自己的努力有被看到 這邊其實有一個問題 比較想要問一下富哥 這部分就是在2008年 一個比較爭議的事件 能不能請富哥聊聊當時的情況 因為我不想要拉以前的那個新聞標題來 因為我覺得有點太過於聳動了 對 能不能跟大家還原一下 當時發生的狀況 那台銀有時候就是公家單位 他的經費比較有限 所以那時候可能就是 把一些住宿的費用 把他省下來 給球員去當一個零用錢的一個方式 那我覺得這一件事其實也給我一個很大的啟示 就是說我們的想法是對的 都是為了球員好 對 都是給球員因為到外地嘛 球員你也知道他們的食量比較大 我們當學長的當 想要照顧一下學弟的這樣 當教練的 就會覺得說 一天多兩三千塊其實也不錯的 一個想法去做了這樣的一個事件 那我覺得方向是對 可是實際上我們是錯的 所以說這一個部分也 公司也有做了一些懲處 這一件事也讓我成長不少 那我覺得說也是要跟大家講說 一定要做對的事情 不要投機取強 所以說我認為這個其實就是過去式 可以跟大家分享這個經驗這樣 其實大家都 因為我覺得公告機關相對 他就規則就比較硬 對 沒錯 會有比較多行政流程 對 因為這一件事情 就是現在台營的一些待遇 跟那個出差的一些費用也都提高了 球員其實很辛苦 去外面你一天四百塊的餐費怎麼吃 對啊 現在四百塊真的 一天四百塊餐費根本沒辦法吃 好食物 租租費然後一千二 不可能的事情 利益良善 沒錯 那當時的方式可能是 沒有那麼的證券 那也收到教訓了 就跟大家分享 這事情的原因其實是這個樣子 當然也因為從那一次之後 就其實台營對於球員的一些待遇 都越來越好了 其實一直以來台營都培養了蠻多 就是優秀的球員 然後都被人家挖腳挖走了 好像怎麼樣 都留不住啊 留不住 那怎麼辦呢 你覺得當時的情況 時空背景 之後可以進入到公家機關 去做工作 來做為一個誘因 那兩位你覺得現在台營 如果真的要留住一些人才的話 該如何是好 真的是時空背景比較不同 而且現在又三個聯盟 三強鼎立 所以更想留住人 那個困難度確實提高不少 含淚祝福他們離開 台營其實它其實是社會責任 就是培養 培養 培養年輕的好手 讓年輕的好手有一個發揮的舞台 是 所以才導致於像這種好手 阿銘啊 對啊 和守正啊 信安啊這些 都沒辦法 陸續出走 對對 應該要祝福他們 真的有比較好的發揮空間 對 像我就沒辦法 因為哥這麼小 這是你自己選擇 要留在台營的吧 是不是 我也是很多人挖的 那個時候有沒有人挖過 那個時候有沒有人挖過 你給你遞出比較好的合約 其實比較少啦 我認為應該是 自己本身在上班啦 所以球團方面 可能考量到這一點 所以沒有來特別干擾我 對啊 因為那時候你已經是入行 對我已經是 基本上沒有 不太會有其他球位找 對已經入行 因為知道他們入行就已經確定 就代表他的那個心智很堅定 我要入行 我要進去 穩定的工作 對 穩定的生活這個樣子 沒錯 對啊 不過富哥在2009年一度退休啦 當起專任的行員 結果2012年再度付出 當時是有說是考量到就是 總教練為全民他的就是熱情邀約 才付出 偉哥回國的時候 他其實是想讓我當助理教練 那那時候因為 那不小心登記到球員 結果已經回去 發現每一個人打 叫你助理教練出來打 沒有 然後後來 其實後來就是因為 教練都有人嘛 那偉哥就想說 沒關係 那你還可以打 他就說那不然我幫你 就是用球員的方式 進來協助我 算是以一個老將帶 有點堅韌的那種感覺 對那種感覺去帶 結果練練練 結果練練 好像還可以打 好像還可以打喔 絕對就可以打 對啊 而且昨天發的那個 IG的那張照片 對 傳訊息給卓卓 說這一張就是阿虎復出 絕殺台灣大那一場 然後他說絕殺我 忘記是我手 他說絕殺我 印象深刻啊 真的耶 至於到現在 真的是阿虎其實太早退休了 對啊 2009年那個時候 怎麼會想要退休啊 就是可能教練 覺得年輕的比較多了 就是老將就退休了 對其實那時候 那時候都會有這種狀況 教練會一直想要 直接就換學 直接就換學 你看現在放在現在這個 這個年代 嗯 37、8歲的都還是我們 對啊 都還在打耶 不是還在打 是我們很尊重這些老將 因為他可以幫我們帶 年輕的球員 一個傳承 對那以前 比較多就是 我一次就把你換掉 換學 直接一個斷層耶 對直接整個換學的一個方式 不同的時代 不同的時代 所以你那個時候就被換學換到了 剛好自己也在工作啦 其實我也覺得 年輕人 因為老的不退 年輕的上不來 他們也沒什麼 真的沒有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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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的不退 年輕的上不來 那是年輕人差 是年輕人的問題啊 我屁股也坐在這邊 你也可以來跟我搶啊 對不對 但你就是 我就是坐得這麼穩 你也擠不掉我啊 我今天如果坐著穩 那可能是因為 年輕人你的年齡 實力還不到 對 那你可以跟著我學習 學習 學習到 你可以一腳把我踢開的時候 那就是到了 沒有那個什麼 老屁股不走 年輕人上不來的這種事情 尤其是現在這個狀況 在球隊 你說那些老屁股 我們姐姐哥文成 那些老屁股這麼多 那就是在那邊學啊 他們是神的那個地位 要去膜拜祂的那一種耶 他們就是可以 年輕人可以一直看 讓你們學習的對象 沒錯啊 先講一下那個背後 隱退的事情 你那個時候有想要辦隱退嗎 自己沒有想要辦什麼隱退啊 那時候剛好是可能一些 被推出來 對 一些記者啊 跟教練講說 那個阿虎這樣子 應該要幫他辦一下 怎樣 後來韋哥都講了 當然就配合總教練 就配合總教練 對啊 所以你也是千百個不願意 對啊 對啊 因為我又不會哭 退休就退休了 背後也不會再穿了 是啊 我記得來在台中啦 台中場的時候 也其實感謝記者們 就是那麼看得起我 因為我認為自己 還沒有到說 像半退休那種儀式的 那種等級的球員 那時候 你謙虛了 對啊 其實每一個球員 對啊 對他們自己的母隊來說 尤其是你 至於你對於台南 對你生涯都在台南 對啊 你是在台南 其實是有一個 很舉足群眾的一個角色 而且很有代表性的一個 一個窮高的地位在 一個有代表性的角色 而且你的背後 都會被說是傳奇 對啊 傳奇背後 加得到你付出了2012年的時間 總共SBO加起來也才打了八年 你不會覺得太短了嗎 謝謝你 愛當作詞